除了成立社区关怀据点 并且带领长者参加健康活力秀 大坎里的里长林秀珍 她平时对于独居长者也是十分的照顾的 不但定期访试还有寒冬送暖的活动 希望独居长者都能够感受到更多社会的温暖和关怀 住在左岸公园附近铁皮屋里的陈伯伯 自己一个人独居已经好多年 还好有里长时常来探视 这天里长更为陈伯伯带来好消息 希望可以安排她到安养中心居住 独居在这里很危险 而且她如果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知道 趁我们安老院她今年刚好重建落成 重建落成了 可以遭受一些独居的低收的老人 她刚好符合资格 我跟她讲说看能不能赶快申请过去住那里 然后大家比较安心 我不知道 因为红红红都背鱼 现在就是 你也还到吗 对啊 大坎里长林秀珍以及里内的志工团队 长期关心附近几个里的独居长者 不管是平时的访试或是寒冬送暖 全年无休的关怀 就是希望让长者们感觉不孤单 我们大部分都是寒冬送暖 比较冷的天气 比较需要照顾的时候 我会时常去关怀做关怀送物资啦 陪伴照顾他们散步啦 还有去医院这样子 看他们有什么需要 如果需要服务的 我们一通电话我们都会赶快派人过来 虽然长者们有些人有重听 或许也有自己的脾气 但里长耐心陪伴 慢慢建立长者的信心 也希望长者们都能够感受到 更多社会的温暖与关怀 记者方建凯的老会发理采访报导